歡迎所有好朋友來到台股獲利任意們 現場為您邀請到永成國際投庫林建宏分析師 歡迎建宏老師 你們好 所有的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好開心 今天時間來到8月7號的週三 因為今天的大盤 就如同老師在節目中 昨天跟大家預測的 這個融資會再次的大受升 老師三天就縮減了380億之多 今天的大盤 果然如同您預期一樣 是往上拉伸的狀態 不過老師一再提醒大家 關鍵十字路口很重要 個股的好壞 如果你挑錯選錯邊 真的會差很多 一卸千里的一卸千里 往上爬的卻是往上爬 因為像今天很多股票 大多都是直跌回穩 不過你應該關注的是 後續反彈之後 它的延續性會是如何呢 究竟它的形態架構是有實力的嗎 還是說只是曇花一線 是漲真的還是漲假的 這真的很重要 昨天節目中跟大家揭牌的密旺時 從7月31號大盤不是震盪 是一路這樣跳水下來 它卻是逆勢上漲的 不過建宏老師有提醒大家 不要追價追高 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 老師您說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到來了呢 伴隨這一波融資大受升的狀態之下 各位是不是可以進行抄底的動作 老師我不是要摸底喔 我是想要跟著您一起進行抄底的動作 機會是否來臨的呢 有請貞鴻老師 好的 講到一個keyword 我是說現在大家等待的 萬眾等待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滿手現金的 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也是我一直分享的 是抄底上車的機會 而不是摸底 那今天的相關的 我說領銜大盤整理過的個股 蜜望時 今天持續的逆風高飛 是持續的喔 很多人認為說 對啊 然後今天大漲啊 如果你預測 你看哇大盤 現在目前錄影時間是12點27分 盤中的時間 大漲了700多點 好開心啊 而結構上是大不同的 今天不只拉台積電 因為結構上 主要拉台積 但是很多中小型的個股 還持續在這探低破底 但是今天相對除了台積以外呢 中小型的個股 多數是處於所謂 持穩 甚至反彈 很多股票 公到漲停 但是這時候 更是時事入口 我剛才講到說 抄底的機會是不是來了 再來為什麼說 十字入口 我說天平的兩端 今天 這個盤勢 除了台積以外 我說中小型的個股 多數持穩反彈 甚至拉到漲停 那這一個上漲 持穩 甚至拉到漲停 你手中的 持股 我說有機無機 到底 今天的上漲 有沒有延續性 所謂有機無機 是有沒有 基本面的那個機 或是說 因為所謂物極必反 好壞股票 前一波這樣子 農事多差多 現股的一個恐慌 殺到一個低點之後 物極必反的 做一個清一色的反彈 好壞股在今天都一樣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你手頭上的個股 到底是有機之談 沒錯 而或是說 彈花已現 今天的上漲 到底有沒有延續性 這才是keyword 那重點 重中之重 就是大家所期待的 我說財富重分配 財富重分配 Loudi 個股 Loudi 尤其是先行整理完成的個股 現在就是一個 絕佳的上車機會 而不是摸底 我再次強調 不是摸底 好 那現在錄影時間 12點28分 我說台股大盤漲了778點 恭喜大家 連續兩天的回穩 而這樣的一個現象 從過程的下沙 到今天連續 第二天的進行 直穩 反彈 那我一直跟大家分享關注的 從前一波創高 你說台股創高 我一直跟大家所分享的 對 無論大盤個股 創高後 一定會有慣性押回 那果真第一個階段 在7月11號 來再次創高 台股24416的歷史新高之後 創高之後慣性押回 押回到季縣附近之後 後續8月份的開始 這個月全線開始 是 因為融資問題 萬見齊發追角的問題 做了一個超級 90度的一個跳水動作 逼不得已 像死宝宝 逼不得已啊 融資追角 萬見齊發 繳得出來 繳不出來 回補的 到這個階段 或等等的 對 沒有辦法 被迫直攻 嚴重影響 那我強調說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很多 除了融資的一個斷頭 或是即將斷頭的籌碼 被迫流出來 多在地點 包含這樣恐慌性的氛圍 很多憲苦的朋友 人下人 很多多在地點的股票 哇 挫殺的 而且是有機的 我想要有機的 再一次的 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絕佳機會 那融資水位 我們這個月以來 連續跟大家follow 昨天大減了 應該是前天的 大減182億之後 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再次預告 對 縱使昨天 我昨天還講一個重點對不對 昨天為什麼開盤開了900 900多點 不到半小時之後 9點半半小時之後 哇 從900多點直接收斂到平盤 對 是不是再次讓我命中了 我會說因為被迫追繳的 有人力補前的 讓維持率維持在130%以上 然後維持率個股 已經將近跌到130的 在昨天開高的當下 把牠卡在抹黑油 先抽了帶走 那當我昨天再次預告說 整體的融資水位 再次減少了當下 對不對 我說不會像前天那麼多 但是也蠻可觀的 昨天再次收生 對 昨天減了163億 也就光以這個月以來 前前後後過去這三個交易日 整體的融資水位 是大減了多少 大減相信380億 380億 這是超大收生 而且整體融資水位 已經盪到了3000億以下 目前到昨天為止 融資水位是2912億 這是大幅度的收生 那不只是所謂的一個 融資方面 你說大盤這樣跌 反手要放空的也很多 你來看看這個是融資 融圈的一個狀況 除了過去三個交易日 融資有效減肥 大減了381之多 那過程當中在前天 甚至所謂的一個 禮拜一的時候 當下 過程當中 融圈是增加的 代表什麼 很多人認為說 做都不行 讓我們來放空 但是問題是 可能因為整體的氛圍 融資的有效減肥 昨天的這個所謂開高之後 打回平盤再一波的一個洗盤 洗融資 洗所謂短線的一個籌碼之後 留下影線之後 哇 各位親愛的 昨天同一時間 不只是資減 券也減 昨天融券也大減了2萬多張 現在資券比是2.56 代表什麼 資減券 代表這一波的修正 這一波的修正 有效的瘦身減肥 這個所謂的融資的籌碼 跟短線的幅額以外 看空的想放空的 也開始做一個回復的動作 那也代表著這一波的修正 即將進入尾聲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一個地板的一個地方 所以相關的言論 融資的瘦身 籌碼洗淨的符合的一個清洗 是 挫殺低點的很多個股 我說有機的個股 在這邊是嚴重超跌的 股價太受委屈 所以我一直強調 一直強調 大家現在要等的 不論你是想要逆轉勝的 對 不論你是滿走現金 跟林靖雄一樣流口水 已經流到肚臍這個地方的 是 就是我過去這一個禮拜一直強調的 財富重分配的時刻即將到來 怎麼減便宜 減大便宜 減得開心又愉快 減得滴滴的 後面有一個超額的暴利 現在 就是一個個股超低的機會 從我一直在想倒數倒數倒數 我已經講這倒數已經講了大概四五天了 那我現在甚至跟大家分享說 這禮拜回來 對 很多分析師是在摸摸底 不是在超 有了禮拜一早上去的 禮拜一創下了歷史上最大跌點 對 早盤買進 到收盤 現賺一根跌停板 不是轉停板是跌停板 下數了 那就是在摸摸底 但是我說個股超低的機會倒數 我這樣連續講 又隔了兩個交易日 伴隨著我剛才所說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於 整體融資的一個水位 大幅的做一個減少的一個動作 對不對 有效的受傷 不論是肢減 券也同步減 對 在這個地方做回補的話 哪一些個股 我說這一波的恐慌下殺 嚴重挫殺的 它已經領先大盤做整理完成了 整理完成這樣的股票很迷人喔 這就是你財富重分配 在這邊可以抄底的最佳標的 對不對 就如同什麼 該大盤一進來 節目一進來 包含這幾天 一再跟大家分享 包含7月31號 甚至所謂從7月11號 開始下殺的過程 我就跟大家分享 現階段選股的策略 就是要領先大盤整理過 領先大盤整理過 而這個領先大盤整理過 除了形態架構上的不同以外 你還要層層檢視 我說要符合這個所謂的 三層面的條件 具備這樣三層面 無論是產業趨勢 形態架構 股價位階 之前分享過好多次了 這樣的個股 你就能夠立你瘋 也是帶你後續 能夠立你轉勝的個股 什麼樣的個股 對不對 7月31號 先前我們的軍豪 我說就是領先大盤整理過 對不對 符合三條件 那我說沒有跟上沒有關係 帥哥美女很多 不用單念一字花 所以當下7月31 我再一次的跟大家講說 有兩檔 而且我跟你說兩個產業 一個是被弄原件 當7月31號 我在拋磚語域 用所謂的國具 來分享日本全球最大 MLCC 陶瓷電容廠 UNATA 春田的財報 比預期來的好太多 沒錯 也就是我四大常多當中的AIPC AI伺服器的一個訂單 佔它整體營收 然後讓它整體的一個財報 比預期中大幅成長兩倍 20%以上 然後這樣子的同一時間 拋磚語域的國具 那我說有一檔個股 就是密忘史 被動原件8043 那你來看看今天的密忘史 8043 昨天漲停 今天是再一次的逆風 進行漲停 7月31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當下的股價 收盤是收27塊錢 那這一波仗沿路上來 到今天35.05 27.05到35.05 簡單的數學 一張就賺8000塊 如果以幅度跟獲利來講 它就是逆風30% 為什麼說逆風30% 你自己來看7月31 我說要鎖定 季軍豪之後的這兩檔 同一個時間點位 大盤那一天的位置 到隔天8月1號的創高 我說不要急 為什麼 我說見低 怎麼來抓疑似低點 還需要來回測試 我說不急 那果真後面融資多殺多 你看大盤這樣沿路 從8月1號的一個點位 22652 到昨天再次盤中破低 19662 這樣子下來又將近快3000點 快3000點 但是8043 我說領先大盤整理完成 符合三層面的蜜望石 差很多 從7月31號收盤了27塊 到今天連續跌跟漲停 再撞波段高35.05 對 它是逆市 逆市上漲30%的 這個就是落差 真的好強 這個就是我7月份一再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的重要性 當7月11號我說大盤個股都一樣 無法獨善其身 這就是經驗的分享 創高之後會有冠心壓回 過程當中修正的過程 我說你要就是選這種條件的個股 領先大盤整理過 符合三層面 7月31號的蜜望石27塊 到今天為止 給大家看 過程當中跌了3000點 它卻是逆市上漲30% 這就是條件 這就是方向 這就是分回 包含這一波 我說融資有效的減肥 光這個月回來 光這三天 連續的 瘦升了380億 目前的融資水位低於3000億 大概2900億左右 你說這個階段 所謂融資多加多 還會不會延續 還是會的 還是會的 我說大盤還處於震盪整理 但我們留到後面來跟分析說大盤的後勢 但是我說很多個股 因為加權加權我再強調 盤是好的時候 也有差的個股 盤是重挫的當下 對不對 就給你最好的一個驗證 在多殺多的過程 我說加權顧名思義 依舊有逆風大漲的個股 蜜望石不是最佳的一個示範嗎 逆市上漲30% 所以現階段融資壽升 我說很多個股已經來到了 超底的上車的最佳時機 從上禮拜我再倒數到今天又過了幾個交易日 我說不是摸底是超底 符合這個所謂領先大盤整理過三條件的個股 財富重分配啊 從去年10月31我一直講說 下差取樣說破萬六 到7月11號的24C16 就用驗證就是多頭形態 標準正確的觀念13比13高 跟爬山爬樓梯一樣啊 對 驗證9000點 快9000點 過程四大長路的個股 不是五成翻倍的到人在 那很多在這一波上漲過程 壓回的機會不敢買 更不用說底部上來的一個機會 一直戳施的機會 點八八的漲了9000點 沒跟到 你現在要的不就是這樣子 所謂在大盤大幅度的清洗符合 融資斷頭之後修正下來的 這一波最佳的上車機會嗎 這個就是你要的啊 是啊 所以為什麼說財富重分配啊 替他開心 上車的機會啊 就如蜜忘石一樣啊 條件就是領先大盤整理過 符合三層面 是 這樣的個股 比比皆是 所以今天 我說不是摸底 而是準確的抄底 尤其是個股領先大盤整理過的 很多個股現在已經領先大盤 指紋整理過了 如果蜜忘石 7月31 27塊的位置 這樣子的個股 就要帶你滿手資金的 甚至你想反敗為勝的 我們來逆轉抄底 我們來開趴 GoGoGo 好開心喔 這個Party裡面呢 我說啊 帥哥美女很多啊 你不要擔念一枝花啦 你不用擔念就是這一檔 命貌的石頭 老師你好厲害 30%了 30%了已經驗證上去 他逆勢漲了30% 那你要記得 就一再跟你分享的 操作股票的大忌 你切勿追 事後追加追高 不需要再去乘風破浪 冒了這個所謂 已經漲了30% 驗證上去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現在斜跡啊 還利利債務 先前的這一波挫殺 很多都是追高套牢的 追加追高所影響的 所以我說這個股票 驗證的趨勢方向 但是我說這個 逆轉抄底Part裡面 很多如同 密忘石7月31日當下 當下 這一個所謂的黃金進場流 你可以買得滴滴的 你真的不用驗證上去 都要去追高 我說利利債務啊 更何況現在的盤 還在IMG當中嗎 對不用去冒這個風險 反倒你要去找 一樣條件的 73億當下的密忘石 27塊 所以逆轉抄底 時間到了 我已經開始邀請大家上車了 這個瘋狂的Party 我說任何 你要什麼樣的帥哥 看是要歐美陽光型的 還是要韓系唯美型的 對不對 還是要台灣粗礦型的 辣妹看你要什麼杯 都有 你不要擔心一隻花 他們就等著大家 來做邀約的動作 來現在好朋友們 逆轉抄底Part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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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老是熱情的邀請大家 入場券怎麼拿呢 您先掃LINE 小老鼠JJ1788 各位先加LINE 趁著這一波可以逆轉勝 是個個股抄底的好機會 這本是裡面很多帥哥美女 蜜忘史我們驗證她厲害啦 但是她已經名花有主了 現在很多單身帥哥美女 在這個Party等著大家 逆轉抄底 一起來做一個 共襄勝舉的動作 財富逆轉勝 財富重新分費的大好機會 您一定就是在等這個機會 小老鼠JJ1788 各位先加入Party 先拿到入場券 好記得跟靖雯老師做一個聯絡喔 想跟著永成國際投股林建宏分析師 股票買在黃金進場點 掌握獲利引爆點 享受獲利滿點 現在就進入台股獲利任意門 直接掃描QR Code加入Light粉絲團 以及訂閱林建宏分析師 YouTube個人影音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家愛了沒 小老鼠JJ1788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 逆轉抄底的Party GOGOGO 我跟你們說 真的是一個大好機會 老師告訴大家 伴隨著融資 這一次的福而喜慶 終於把它授身成功呢 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你應該要加入的是 找到個股 它可以逆轉抄底的個股的好機會 以及如果您不知道今天的反彈 究竟我手上的持股 它是真的是伴隨著大盤 這樣子一起漲上來 是空心蛋 是空包蛋 還是我是真的有實力 如果不知道怎麼判斷的 你也可以跟建宏老師做聯絡 小老鼠JJ1788 想要拿到這一次 逆轉抄底Party的入場券的門票 先加Line 如果不知道怎麼判斷 自己手中持股的狀況 先加Line 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因為老師告訴大家 個股好壞真的差很多 你看蜜望石 7月31號後來 大盤持續跳水的過程當中 它卻是逆勢在上漲的當中 所以你應該要找這樣的個股跟標的 不過呢 老師有說蜜望石 它已經明花有主了 現在這個抄底Party 就是開放給各位 裡面有很多單身美女跟帥哥 趕緊來加Line 小老鼠JJ1788 尤其是現在的關鍵時機非常重要 老師你有說喔 如果好壞個股 你真的選錯選對 真的會一泄千里 一個會南遠北側耶 是的沒有錯 所以我一再強調 從上禮拜 從融資還會開始多殺多 在台股創高之後的慣性壓迴 我就一再再強調 我說關鍵十字入口 對 在這地方 滿手現金的 或是逆轉勝 你想要逆轉勝的 你可能要開心的是說 我說是抄底不是摸底 對 現在就是一個個股 尤其是領先大盤 整理完成 這個過程 如同7月31日當下 蜜忘石那個型態 這樣的個股 就是財富重分配的最好時候 但是反觀 反向的 大家一定覺得說 老師 今天又不是你的蜜忘石漲停 但是我說型態架構大不同 蜜忘石是逆風的 在過去大盤大幅度的 修正3000點的過程 的過程 蜜忘石是逆勢上漲30% 而在今天的盤勢當中 我說整體的一個概況 連續兩天紅 融資大收生之後 很多股票 你就說 又不是你的蜜忘石 我們的股票也都漲 有的甚至還漲停 但是 不是我多嘴 我要提醒你的是 你手中的個股 到底是實心的 還是空包蛋 也是我過去一直講的 到底是有機的 還是無機的 基本面的機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也是經驗的分享 過程當中 這一波的慣性壓回 或是所謂的 融資多殺多 喜福兒 或是人下人 墮在低點 籌碼 另一拋出的過程 影響股價 我就說這一波 市場上的氛圍 好壞股都跌在一起 怎麼樣下來 你要怎麼樣上去的話 初步如同皮球一樣 高度的不同 它物極必反會的反彈 所以今天的結構不同 不只台積電 中小型個股很多的大漲甚至漲停 但是你的個股 是在今天上漲 反彈 它只是第一天的全面性 後來都做一個反彈的動作 你要的是要知道 十星空星 你的股票 縱使今天是上漲漲停的 但是它後續有沒有延續性 對 會不會談話一些 但是重點 有可能今天全面性的反彈之後 明天續漲的 持新的有機的 它持續做一個反彈 先前我說 怎麼氛圍殺下來 就怎麼彈上去 這是對有機的股票而言 對 但是對無機的 今天的漲 可能你覺得開心 但是可能明天沒有續航力 可能又沒有了 煙火放彈 所以該怎麼去做一個轉換 該怎麼樣 在這邊做一個逆轉勝 不行的股票 怎麼樣的轉換 吃飯比人家慢沒關係 但是可以撈錢 絕佳的機會 該是搶錢 甚至個股 該調整的時候 絕佳時刻 你不能比人家慢 就如同什麼 我說型態架構的不一樣 8043 蜜望石 蜜望石 我說型態架構不同 很明顯的 它是走自己的路 我說領先大盤整理過了 731邀請大家 這樣一波30% 那相對的時間點 剛才給大家看過 大盤是 在逆勢 做一個大幅度的下殺 那今天的盤勢當中 很多個股 然後說又不只你的蜜望石 你要看看很多個股 包含這個所謂375 這個所謂破底 先前破底型態的 什麼 電影投空 電影投空啊 是不是很壞 所有均線反壓 到昨天還在破底 今天大老師他也是耶 他還漲停耶 但是這種形態 大家要留意 這樣子這個形態 連續性的這樣壓回 今天的這一根 到底是真的指紋 或是反映今天的 全部指紋反彈 很明顯的 它的形態跟所謂8043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耶 對 也包含什麼 這先前大家也很喜歡啊 網通網通 我也知道他很強耶 前一波啊 但是後來 是不是一樣跳水啊 他也是啊 到昨天他還在破底耶 今天耶 第一根紅K 到底是破底翻 開始指紋反彈 老師漲停啊 對啊 但是這一段呢 這一段呢 今天這樣破底之後 昨天破底之後 今天這一根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是大家必須注意的 對 也包含這個什麼 現在應該沒有人在講 Type C的 相關的 所謂的創委 也是一樣啊 前一波這樣子跳水下來 昨天還在破底啊 昨天我已經講說 昨天的盤面很多 都已經在指紋了 你一個股票還在破底 要注意 今天這樣子破底 他一樣啊 全面性的啊 我說好壞都一樣啊 這一根一定 連無稽的 在今天也會受到 氛圍影響 跟過程下殺一樣啊 這一根 隨著漲停 到底後面怎麼看 也包含什麼 4566 這之前大家很喜歡啊 石碩工業啊 夢話很大 但是單子營收跟不上啊 創高之後壓回 昨天也是一樣 回撤季線啊 對不對 今天這一根呢 後續呢 反轉嗎 震盪嗎 還是再次破底 很重要 十字路口 還有這個 我一路分享的 我說連法說都不給力了 創意啊 我說腰斬啊 1690這樣子 疊到昨天862 標標準準的對半 對不對 這樣子的急殺接刀子 它這樣子下來之後 今天伴隨的好壞股全面性的反彈 這一根是真的指紋嗎 或是說再一次的 這個都是關鍵時刻 都是關鍵時刻 也在3661一樣啊 IPC制裁的 是新啊 它今天也漲停啊 但是這個型態呢 這個型態呢 不是破底之後的第一根嗎 這一根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後續呢 或是說還要在這邊做一個震盪整理測試 對 這個弱勢型態個股 對我知道啊 今天這種盤是 很多的指紋啊 甚至漲停啊 但是我說型態型態 它就不一樣嘛 它就是不一樣嘛 對不對 領先整理過的 符合三個條件三層面的 就是不一樣 它就是走逆風 逆勢的路嘛 所以這才是大家 必須 必須去focus 當下 現階段的一個標的 對我說關鍵十字路口 那你說融資追角萬見齊發 我說過去三個交易日 瘦身了380億 一天一天這樣子瘦身 換來了兩天 瘦身之後的一個強壇 那這個融資追角萬見齊發 維持率130這個整戶 或是個股的 還會不會持續 還是依舊會持續 只是說它的一個所謂減的 size 減的部分 可能不會像前兩天來的這麼大 對 那這個大盤的型態又要去怎麼看呢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所說的 大盤 老爺你所說的啊 創高之後 創高之後的冠心壓回 加上你的所謂的黃金四部曲 如何來判斷這一波的一個低 低跌 今天這樣子的連續兩根 對不對 昨天 昨天 開高 再次的洗 洗什麼 洗融資追角 完了之後再拉上去 下影線 今天第二根 你要連續兩根 今天這個紅K 第一個 已經收復了什麼 半年線 對 第二個 這兩根的紅K 已經吞噬掉 週一 歷史上最大鐵點 1800點 所以這個型態上 答應就是說 老是是開始了 就大盤來講 我說不要急 一樣是四部曲 尋找低點的支撐 每一波下殺的過程 一式低點 主要你跟大家提到 這個下影線 主要你這個低點 19662 它必須來回測試 那測試的過程呢 對 來回測試 亮縮 亮縮 在整體過程 確認不再破例之後 對 開始就一波 強力的反彈 昨天也跟大家講過 這一波的反彈 有機會 第一個地方 來到季線位置 大概是22,350點附近 所以這整體的態勢 加上融資 還是會持續做一個瘦身 這個在測試本波指紋的低點之前 就是你最佳的機會 這是舊大盤 但是呢 我說大盤 顧名思義 加權加權 現在如果你要像有7月31的秘望石 一樣的條件 你就是要找這個 對 領先大盤整理完成的 符合三層面的 讓股票絕對逆風 8043就是最佳的典範 產業期是 形態架構 股價位階 層面你都要去符合 就是秘望石 7月31 當下27塊的一個位置 是的 對不對 8043 現在你就是要找這個領先大盤整理過的 逆風三層 他逆風三層上去 已經驗證上去了 一樣 我還是老話一句 物追價追高 對 明花有主 你就放他去 我們存欣賞 但是我說 這個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大家等的就是抄底 而不是前幾天在那摸底 當我說抄底準備上車 個股準備上車的時候 機會倒數 這個逆轉 抄底的一個聖豔的派對 GoGoGo 如同7月31的秘望石 等著大家來認識 帥哥美女很多 是 來線上好朋友們 現在這個關鍵十字路口 好的個股 壞的個股真的會差很多 你如何來判斷你手上的個股 今天的紅 他是長真的還是長假的呢 不知道如何來判斷 而且後續的延續性會是如何的 交給建宏老師 小老鼠JJ1788 以及 您剛剛聽老師的整集節目 哇聽到流口水的 想要跟著老師 趁著這一波的機會 這個融資大減肥的狀態當中 您想要在個股逆轉抄底 我們是要抄底 準確的抄底 而不是摸底 這個逆轉抄底的party GoGoGo 希望您一定要拿到入場券 入場券在哪裡 小老鼠JJ1788 先加LINE 對外框裡面記得留下您的聯絡方式 希望大家這一波 密忘時您就祝福他 他已經明花有主了 但是這個party裡面 哇 什麼樣各式的型男美女都有 在等著您一起來加入 共襄盛舉的盛宴喔 逆轉抄底party GoGoGo 一起來等大家上車 小老鼠JJ1788 各位先加LINE 再次感謝建宏老師 謝謝你年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想跟著永城國際投庫 林建宏分析師 股票買在黃金進場點 掌握獲利引爆點 享受獲利滿點 現在就進入 台股獲利任意門 直接掃描QR Code加入LINE粉絲團 以及訂閱林建宏分析師 YouTube個人影音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